兩岸關係學者排排座 謹定中共二十大後 台海情勢發展 習近平因派崛起 獨攬大權於一生 親台可能性大幅增加 兩岸提高擦槍走火的機率 台海恐成習近平一個人的戰爭 美國史丹佛大學 中國軍事分析師梅惠玲也說 習近平未來五年任期內 對臺灣發動攻擊的機率非常高 解放軍正在敲定奪取臺灣計畫 恐怕導致最慘烈的戰爭 每天會有數千人喪生 中共貿然出手可能性有待評估 因為中國缺少內部制衡 容易陷入普丁市的獨裁者陷阱 對臺灣安全而言 除了民主盟友支持 嚇阻中國的國防力量之外 國人的全民防衛意志 更是重中之重 國防國安單位早有預警 國安單位因應中共二十大後新局勢 不再以傳統常規方式解讀習近平 掌握分析情資需更多元全面 才能在席地主導的時代 做出最正確的判斷 小禮新聞理智道 有日報SNG校圖特別報導 高級評估 FM FM FM